月起罗伸长双腿坐在床上 右脚脚踝已经贴了膏药 远处忽然起了一声枪响 不知是谁成了张显宗的枪下鬼 张显宗很能为他找人 死囚牢里的 街上流浪的 路边被人买被人卖的 他手里总是不缺活人 房门一开 张显宗端着个小碗走了进来 屋子里立刻起了复杂的兴起 月起罗从他手中接过小碗 翘起小兰花纸捏住小勺子 他低着头忽然说道 我会保护你 好 谢谢你 他始终看月起罗都是个小小的妖女 而月起罗有时候自居为少女 看她是位体贴的大哥 有时候翻诗捣鼓地 把前婿今生叠加起来 又老气横丘地看她还小 小 而且没有英豪的字质 怎么看怎么都是个太普通的男人 能够在文献当个小军阀已经是到头了 月起罗在怪物口中死里逃生 虚惊一场 张显宗听了他的讲述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索性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 顾大人在青云山下花天酒地十分快乐 每天晚上都有一场吹拉弹唱 房内男男女女再歌再舞 极致歌舞毙了 便开始捉对寻欢 又因房子处在青云罐内 从来没有听说庙罐里闹鬼怪的 所以他分外安心 无所畏惧 工人气血都还没影 勘探队伍自成一派 除了满山挖坑不干别的 军队也没有敌人可挡 顾大人只能是玩 这晚他痛饮了一场烈酒 喝到最后扔了杯子就睡 勤务兵们声拉活拽地把他扯到了卧室床上去 而他御用的一个小妓女名叫梅香的 趁此机会就向吕布的一名参谋飞起了眼风 参谋是个小白脸子 是梅香理想中的美男子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 看着看着就一起离了席 勾勾搭搭地不知所踪 古代人醉透了 呼噜打得震天响 乍一听宛如火车过山洞 轰隆隆地一声接一声 隔着一道门一座院都听得到 勤务兵一听他这个动静 就知道他已经睡得雷打不动 两名卫兵在门口动得拱肩缩背 见勤务兵溜了 于是双方一合计 也悄悄钻进旁边的一间小门房里烤火去了 长夜漫漫 两名卫兵在小炉子上烤红薯 烤得聚精会神 而古代人的呼噜响到急去 一口气忽然耿在了喉间 几秒钟的清静过后 他像匹马似的打了个响鼻 把自己给震醒了 屋内的炉子烧得很旺 顾大人只感觉自己满腔烈火 燥热得恨不能一个猛子扎进水缸里去 伸手向旁一摸 他没摸到女人 就睡眼惺忪地自己爬了起来 想要去找水喝 不料一脚伸到床下 他眨了眨眼睛 发现地上铺了个人影子 他以为自己是睡迷糊了 特地抬手揉掉眼角一粒眼血 睁眼再瞧地上的人影子清楚了 看身形正是梅香 梅香仿佛是进门时 在门槛子上绊到了 一个大马趴就再没起来 古代人挺诧异出声唤道 梅香 梅香 晕了 然后他不情不愿地下床 踏拉了棉拖鞋 先走到桌旁端起大茶杯 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冷茶 放下茶杯 串向梅香 他对妓女是谈不到脸香 西域的 伸脚就要去听 哎呀 至于吗 想想 然后他的棉拖鞋 忽然停在了半空 因为在依稀的晨光之中 他看到了梅香 空空扁扁的下半身 斗篷还在 裤子也在 甚至鞋袜都在 一股脑袋浸在一滩不变颜色的液体中 只有其中的肉体不在 短暂的愣争过后 顾大人抬手猛然拍向电灯开关 随即转身走到床前 从枕头下面抽出了一把手枪 哗啦一声将子弹上了膛 他单手套了棉手套 弯腰蹲在梅香面前 一把抓起他后脑勺上的大发剂 梅香顺着他的力道抬了头 一双眼珠将要瞪出眼眶 嘴巴张到极致 不知是要痛哭还是要惊呼 顾大人小心翼翼地试了试他的鼻息 发现梅香已经是面目猙獰的彻底死去了 顾大人看出梅香不是好死 手一松放了对方的脑袋 他急急地起身 从屋角的箱子里翻出一件旧棉袄穿了上 棉袄还是月牙的针线 里面藏着两张纸符 当初吴欣从出尘子那里要来许多纸符 结果经过几次三番的使用过后 如今就只剩了两张 他不能像月牙屑地 把护身符装进小荷包里挂在脖子上 于是索性让他将曲符缝进了棉袄的暗兜里面 系好扭扣之后 他把军裤和极西的大马靴也穿上了 一脚把梅香踢过来 他不再看他的猙獰死相 只去研究他的下身 下身没了长斗篷的遮掩 薄薄的绸裤下面已经显出了腿骨的形状 古代人随手拿过一只鸡毛胆子 弯腰用胆子长柄掀开了失淋淋的裤管向内桥 结果就见骨头水汪汪白生生的 并非是被野兽啃了 也不是被人用刀刮了 一身的血肉竟像是自己给化了 地上的湿水越来越多 古代人只是一沉淫的功夫 梅香就连胯骨也塌了下去 古代人见状不妙 一大步越过湿手跳到门外 同时抽了抽鼻子 发现湿水半透明的几乎不带血色 微微的有点腥 倒也谈不上很臭 凭着她的见识 自然知道梅香既不会是生了怪病 也不该是中了剧毒 到底是怎么回事 恐怕又是谜团 门房里的卫兵见旅座房内亮了电灯 连忙含着滚热的烤红薯跑了出来 抱着步枪重回岗位 不想还未等他们站稳 一名副官策马而来 下马之后也不讲明来意 直接就扯着嗓子大嚷道 李搜 李搜 你醒了吗 营里 营里出了点事 小姐你过去瞧瞧我 不过半分钟的功夫 副官就见顾大人容装整齐 大不留心地走出来了 顾大人和副官骑马前行 片刻之后就到了军营 副官且行且到 不知道是在哪里咬的 王残木自己都说不清楚 反正觉出疼的时候 已经被那东西一口咬住了 王残木吓坏了 赶紧往回跑 可是跑着跑着就坏了事 现在 你做自己看吧 王残木的腿都不行了 顾大人心里略略有了点数 下了骏马一扔缰绳 他一边往帐篷走 一边问道 军营怎么说 军营说不是毒蛇 因为那东西嘴太大 咱们这地方 就长不出那么大的蛇 它到底是什么 也不知道 军营给王残木上了点蛇药 可是 什么用处都没有 话音落下 副官眼尖 一扇手为顾大人撩起了 面前的帐篷帘子 帐篷里面也掉了电灯 顾大人弯腰进去一看 灯石一皱眉头 王残木的小白脸子 彻底白成了菊 长条条地仰卧在一条躺椅上 不用细看也知道 他是出气多 进气少 裤子已经被扒掉了 两条细长的白腿 就搭在椅子上 一条腿还是正常好腿 另一条腿 却是从小腿中间开始溃烂 白生生的腿骨露出来 腿上干净的 连一丝血筋都无 上下两端的皮肉 不见鲜血 反而是滴滴答答地流下黄水 椅子下面已经湿成一片 帐篷里面围着几名 与王参谋交好的军官 以及一名最有资格的老军医 见顾大人来了 众人连忙起立 而顾大人背着双手 直接问军医道 他怎么不喊疼啊 军医的神情很像是在梦游 并且掘打结巴 报告吕作 王参谋好像没有很疼 小王是在哪里被咬的 王参谋气弱油丝 显然不能说话 于是旁边一名军官答道 报告吕作 小王刚才说是在山里被咬的 还说咬他的东西挺大 像四脚蛇 顾大人沉默下来 心里明白了 小王和梅香跑到山里私通 不慎遇了怪物咬人 小王必是抛了梅香先逃了 而梅香受了重伤 又想活命 只能跑回自己房里求救 梅香和小白脸偷情 顾大人并不吃醋 因为梅香又不是他的一太太 两人无非是露水姻缘 说不定哪天就一拍两散了 梅香和小白脸因为偷情而死 顾大人也不怜悯 问题是他俩并非好死 至于所谓的四脚蛇 他和吴欣当初的描述仪对照 立刻就知道了他的来历 但单是知道还不行 若是由着他肆意咬人 自己的军队非被他吓散了不可 帐篷内的众人束手无措 眼看着小王烂到了杜破长川 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又探出小王已经咽了气 几名胆大的军官便用一块后帆布 把他裹起来 深深地挖坑埋掉了 顾大人下了封口令 不许在场之人妄言 天明之后 他回了自己的屋子 推门进去一瞧 发现梅香已然成了一具雪白的骷髅 顾大人胆子大 光天化日之下更是胆大包天 用火钳子把骨头一根一根 夹到一床棉被里 他包了个白骨包袱 想要去找出神子设法 不料未等他出发 勘探队的队长来了 队长是个斯文强壮的大鸽子 戴着眼镜 人很和气 想请顾大人派出一辆军用卡车 运送一尊佛像到天津去 顾大人没听明白 什么佛像啊 你们还接受古董啊 飞也飞也 是一名队员偶然见挖刀的 哎呀 非常美丽 可惜彼人不通历史 不能鉴别出他的年代 我们想把他尽快送到天津去 请几位老先生来看一看 如果真的是韩阳的宝贝 那我们也算是幸运之至了 顾大人和初臣子 各自守着个仆团相对而坐 面前摆着几根骨头 以肌腹凝结着红字的栗齿 骨头是梅香的遗骸 栗齿则是顾大人在上山之前 副官赶着送过来的 说是他们几个在天亮之后进了山 结果顺着脚步痕迹 走到一处干燥了的土坑前 旁的梅发现 只发现了孤零零的一副牙 军医一看牙骨的尺寸 就知道大家是找到凶手了 凭着初臣子的智慧和口才 蛮可以把大牙安到三皇五帝身上去 并且能够把谎圆得天衣无缝 任谁都要赞叹他的有理有据 只要他愿意 他可以为一切未解之谜安排答案 可顾大人是无心的朋友 看在无心的面子上 初臣子不大好意思用虚话来敷衍他 但如果不说虚话说实话 初臣子就得承认自己对怪物束手无策 而他在近许多年里 一直保持着无所不能的仙人形象 让他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如同迎面抽了他一个大嘴巴 在验出古上无毒之后 初臣子心乱如麻地开动脑筋 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继续向顾大人展示华丽一面 还是老老实实地袒露朴实本具 思来想去地叹了一声 最后他没头没脑地问道 哎呀 虎心还没有来 顾大人发现初臣子只要一见自己 必定问起无心 就忍不住笑了 啊 他还在天津呢 他不愿意来 我也不强求的 初臣子自从在千佛洞里历过险后 如果身边没有无心 他简直都不愿再回忆起地下经历 不动声色地撩了顾大人一眼 他开口又问 顾旅长 你知道无心的来历吗 啊 他 他就是个走江湖的呗 去年我家里不干净 有东西啊 闹事害人 请他过去嚷止了一次 后来 后来我们就认识了 嗯 进来夜里 不要让人进山 尤其是不要靠近深耕水滩 青云山地下的玄机 恐怕不是凭着人力可以探明的 顾旅长 若让我说 放弃金矿方位上策 否则山路一旦开挖 谁知道会放出多少怪物来 就算他们建光计划 可也是防不胜防啊 嘿 道长 您说的都对 问题是 老帅不发话 我们也做不了主啊 如果要挖 一定要选择白天东宫 一旦挖出了尸海 立刻就地焚烧 嗯 顾大人在出尘子面前 唯唯诺诺地答应了 离开道观回了军营 不料 进了营门之后 发现卡车停在控场上 勘探队的队长 向熊势的上车下车 正在指挥士兵将一只 用木条定成的长箱子 往车上运 除了长箱子之外 地上还摆着两只 方方正正的小木箱 顾大人走近一瞧 就见一口箱中 放着一个菩萨脑袋 脑袋花里胡哨的 乍一看能吓人一跳 另一口箱子里 则是放着两只手 连着半截小臂 也是色彩斑斓 不过雕工真好 连嘴甲都是饱满端正 队长见他来了 就跳下卡车 一路哀声叹气地走过来 哎呀糟糕啊 太糟糕了 怎么了 佛像出土之后 颜色立刻就变了 那 眨眼的功夫 竟然就面目全非了 哎 怎么就只有一个脑袋 一双手 刨碎了 不知道啊 我们就只挖到这些 兴许先前是有人发掘过这儿 可是据我所知 青云山上并没有什么古迹啊 即便是青云怪 那也是近百年才修建的 哎呀 真是奇灾怪也 古大人没敢多言语 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是来打仗的 不是来开矿的 更不是来挖老佛像的 师父和初臣子都替我探过一遍路了 明知道地下狠邪 我何必还要跟着凑热闹 反正我在山下给金矿看门护院 山里爱有什么就有什么吧 古大人想得挺好 然而事与愿违 一夜过后 营里又出了事 一个帐篷里面睡了四名士兵 早上其中一人醒过来 发现三名同伴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三具骷髅 统一地躺在行军床上 消息扩散开来 营中历时大滑 偏偏昨天又有人从前途里 挖出一具很新鲜的尸首 尸首竟然还是秦卿的打扮 尸首见了天日之后 很快腐烂出了臭气 被人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流言有了种子 众人在山下闲得颇烦 所以土壤也具备 不过两日的功夫 竟然开始出现了逃兵 古大人慌了神 连忙去请出臣子设法 又将一封信寄了出去 催促无心过来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